我都快亲上去了 我来台湾都没有X过 我老公不喜欢 妈妈快要被 妈爸爸爸爸给开除了 很幸运能在这样的环境陪小孩长大 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 今天跟我家宝贝到天文馆走走 从小孩出生到现在 恕不清来过多少趟呢 我们今天就再去地下宝贝吧 好啊 有时候小孩子会问关于宇宙的事 直接带他过来看 比我讲解的更丰富 在这里面吹吹冷气 看一看关于宇宙的奥秘 进来这边是免门票的哦 完全免门票的 夏天很适合带小朋友来 天文馆有很多地方可以参观 这里只是其中一个展览区域 有些区域需要门票 收费都不贵哦 灌完隔壁的天文馆就在那里 然后出来在这个公园玩一玩 这边好热闹啊 有篮球场 还有溜冰场 太脏了 太脏了吗 哪里脏 明明超级干净 泥土吗 我叫小朋友很怕泥土 很怕草 不脏吧 走那个石头 那我们走那个桥吧 那个桥比较干净 在这个公园的后面 还有很大一片的草坪 小时候常常带我儿子来这边 溜滑梯啊爬呀 这个小公园还是蛮好玩的 这个地方应该不叫小公园 应该叫大公园 你看这么大一片的草坪 好漂亮哦 想哪一个 想这个 没有想那一个 那你呢 我找找看你是从哪一个公园 喂喂喂喂喂 有没有听到 这边再讲一下 有听到吗 我都快清上去了 有听到吗 对就是这一个 哪一个 这一个 那个有声音哦 对 其他的都没声音吗 嗯 这个我也很想玩 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小宝贝 我可以跟你一起玩这个吗 可以 会不会塌掉啊 不会 不会吗 我很重 好恐怖啊 我不敢跳 我怕把他弄坏掉 还是不要玩 小朋友你玩 跳 把妈妈手给你抓 你看我叫小朋友多谨慎 都已经快要七岁了 还是这么谨慎 有妈妈在单子 很赶 耶 我一直很想去那边的 那边的草坪野餐 我来台湾都没有野餐过 我老公不喜欢 去 丛林有花草的地方 因为他很容易被蚊虫咬 但我叫小朋友又很怕那个 草 他就觉得草很脏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从来都没有野餐过 哇到这个小山洞里来了 我已经 我的头发已经碰到叶子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这种草都不会害怕 为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都不觉得这种草会脏 为什么会觉得那个地上长的草很脏 因为地上长 地上的都是蚂蚁的鸡啊 哇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不是真正的 这不是真的草是假的 对 这个是茅团草 要吃吗 这个是蛋糕饺 我会蛋糕饺 公园环境非常好 在台湾的小朋友大部分 都相当的人民礼貌 很幸运能在这样的环境陪小孩长大 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 有各种不同主题的公园可以玩 我自己都好喜欢这样的公园 它不是每一个公园都一样 而是有各种不同的主题 有半球主题的啊 飞机场主题的啊 什么海洋主题啊 各种各样的 小男孩总是会越揽越皮对不对 要小心哦 手要抓紧哦 他说要用单脚的 我也来做一栋 牛牛牛 出来走一走 看看这些绿色的风景 心情都变得美好起来了 是这样子脚踩好哦 手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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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就这样 对 然后用手 他可是要很小心哦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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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你们认识吗 台湾公园常常能见到各种不同的小动物 读重点58页 现在回到家 继续陪我家小朋友写作业 陪他写完作业 然后就要去煮晚餐 好吧 走吧 把手把握 把 巴掌 巴掌 对 一巴掌 现在五点半了都还没有煮晚餐呢 我老公都快回来了 妈妈快啊 爸爸 爸爸给开除了 每天陪着小宝贝 重心都在小宝贝身上 读晚一定要记得签名 如果不签名的话 一整夜都要抄下来 对不对啊宝贝 有一次妈妈就乱记签名了 但是我还好我有100个在 对 还好 就是一个表现比较好的圈圈 然后就可以换 用100个表现好的圈圈 可以抵掉那一次的抄鞋 妈妈 我英国初纪了200个 老师就画两个十三 我看到了 是哦 画那么多 好啦 现在煮饭去咯 现在要喂饱老公呢 现在来煮晚餐 还好昨天晚上有剩一点肉 然后今天做一个简单的 皮蛋豆腐炒个青菜就可以啦 要不然就没有时间捉那么多东西 下次见哦